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如果你看回在美国为例 其实美国的Tesla电池大量是由宁德时代供应给它 就不是禁锋利业 禁锋利业作为一个锂电池的上流股 当然对它也有影响的 主要是价格上的影响 现时来说你看到最近的宣布 其实Tesla也说了 未来它最大量的电池将会采用LFP的电池 俗中文来说就是轮酸锂电的电池 轮酸锂电的电池就是属于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当然你看回过这三个月 令德时代已公布了 它们是大力增加轮酸锂电池的供应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其实最大的供应商就是宁德时代 供应给Tesla 作为一个锂电池的主要供应商 1772禁锂利业其实在过去这一两个月 由高位差不多一百八十几元都跌到一百二十几元这个水平 一百三十元的水平都已经消化了 因为近期锂电价是没有什么再升和有轻微回落这方面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禁锂利业在两个月之前 已经大手在一个高价的时间配股 所以有理由相信它股价是在近这一个月来说 是往下走多过往上走的 长选来说 对于它在欧洲方面的业务是一个积极的影响 因为始终来说 你作为一个叫中国的生产商 每一次你将你的产品 运输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其实运输都是一个成本来的 所以既然它自己本身是筹到这么庞大的资金 自然来说是收购同业 自然是一个绝对合理的动作的 亦都有一个作为未来 一个扩大的业务的一个踏角石 所以在这方面 长选的业务仍然是乐观的 但是由于在这个锂电池的原材料方面 是由于近期由2020年的三月份 一直升到上今年的六七月的时间来说 升风是最大的 足足升了四五倍这么多 所以禁锂利业股价也是升了这么多倍的 但是在近这两个月来说 就看到锂电池的上游材料的价格 这方面是没有继续上升 反而好像有点健康的迹象 所以它的股价是受影响 未来来说 锂电池的上游材料会不会再上升 这个就是未来的事情 短期来说 你看得到它的股价和原材料的价格 都是好像横行那样 所以在这方面 那个直博率就不是非常吸引 反而由于它的股价升穿了 保里加通道顶线 我只觉得短期是应该估一估它 让它落到顶线之下 或者接近中线的时间 吸纳才会有一个直博率